TVB御用傻大姐!魔性笑声让人一听难忘!现实生活中却被闺蜜抢走交往13年的男友,如今52岁还孤零零一个人。 美小慧这个名字或许大家并不熟悉,但你一定有看过她的戏,尤其是她魔性笑声,你一定有听过,她就是TVB御用傻大姐。 周星驰在TVB的时候,经常和她有合作,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她来自江湖,张相平平她在众多星女郎中形成了极大的反差。 十分引人注意,她招牌的相声和憨厚的的性格十分可爱深受观众的喜爱。 1966年出生的美小慧,曾参加过选美比赛,但都没拿到名字。 她有一个姐姐美小青是著名的监制,所以她也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演艺圈。 她的外形虽不算漂亮,但圆圆的脸,厚厚的嘴唇,一笑起来点睛就没了,非常的讨人喜欢,因为外形的限制,她显有当女主角的机会,但演配角却演得深入人心。 2004年拍摄完结大欢喜后,她就淡出了演艺圈,转行经商,并创立了自己的品牌。 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差,这句话只适合用在贾玲身上,同样爱笑的她,在感情上却一路崎岖。 1986年在出演和碎喜剧片《满堂红》时,与同事艺人的曾伟全相识坠入了爱河,两人交往13年,1999年她的闺蜜马来西亚歌手叶利一插足她与曾伟全的恋情,导致俩人分手。 曾伟全在与她分手后,事业一路下滑,曾经的一哥也沦为了配角。 惨遭闺蜜被判失恋的她,一度曾十分消极,好友软兆祥担心她出事,搬到她家中住了一段时间,陪她旅游,逛街,丧心,两人甚至还一起购置房产。 软兆祥曾许下诺言,如果梅小慧五十岁还没嫁人就娶她。 如今梅小慧已经五十二岁一直未嫁,软兆祥直言,我很幸运能面试梅小慧,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爱情,只是友情,已经像兄妹一样。 当时说去她是因为她失恋了,担心她所以说去她的话安慰她。 梅小慧如今对婚姻看得很淡,柔软照想这样一位蓝眼之急也是一件令人幸福的事。